在接下来各位大概知道之后 然后Table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Table下载 如何下载Table 那当然我们在这个地方点选下载 就是请你在搜寻引擎输入Table下载就好了 Table控义格下载 通常为什么不会下载到什么Table的Mobile版 Table的那个iPad的版本 那是因为这两个程式呢 你必须要去 如果你用的是Apple公司的手机 那你就去App 就是你应该就可以到App Store去下载 或者是如果你是使用 就是非iOS作业系统的苹果手机的话 你应该也知道有一个叫Play商店去下载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可是我们现在是用搜寻或者是笔变 当然我们输入Table下载 就会变成什么 下载Table Baset Hub 所以我其实还是要告诉您 那个Table的版本 不好意思 所以我们先点Table的全部 Table点下去 在这个地方 针对它的产品 针对它的产品 Table的产品呢 有非常多 我看 就是上面都在介绍功能 可是我只是要特别告诉你说 Table有哪一些产品 像各位 你如果 如果真的 你很有 就是你们单位 真的愿意买Table 你一定要知道 Table plate 它是做数据清理 数据清理 当你有数据 在分析之前 一定要做数据清理 好 Table的数据清理工具 就是Table plate 好 这个Table plate 那如果你有兴趣学 那就请你来去看 我的Table plate 教学影片 都放在YouTube上面 它真的很棒 好 再接下来 这一套软体 就是 Power Query 编辑器 如果说你要 用一个很类似的软体 来去做比较 那当然前提 你要知道说 原来Webren公司 这个东西 Power BI 其实就跟Table plate 是很相似的 一套 BI 类软体 再来除了除了这个Table desktop 还有什么 Server Server可以了解 那就更贵了 好 那个什么 通常Table server 可能买10人版 20人版 10人的Table desktop 这样可以了解 当然它也允许你单独只买 一人的Table desktop 稍微知道一下这件事 那Server版 有了Server版就可以共用 所谓共用 就是一个组织之内 可以把自己做好的图 只给组织内的人来观看 这就是Server的主要的功能 那如果说 你今天是Table desktop 那就只能给什么 自己这台机器来去制作 然后来去展示 那接下来 那个它还可以去发行 它以前在这个地方叫 Public 现在改名叫Online Table online 请稍微注意一下 Table的 那个Online版本 它跟 首先它不用钱 它跟Table desktop 的功能只差在一个地方 就是Table online 它不能够储存到本机端 它只能发行出去 有听懂吗 我再讲一次 Table online它主要 主要跟Table desktop 最主要的差别 就是 什么功能都可以做 而且它是免费 但是它只封锁 不能存在本机端 只能发行出去 那你要知道对于一些企业来说 自己的数据 可能 都还没有给主管看 就直接 放在网路上面 其实对于很多的公司企业来说 它是不允许做这件事的 这是提供给大家来去参考 而且资讯一点都不安全 我们会讲到资讯安全 因为你不能把自己 你要知道你是分析人员 这些资料都不是你的 你不能随随便便就把资料 就全部都给别人了 所以到时候的资讯安全 我还会特别在跟你强调讲 在哪里做资讯安全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大概知道 我们的Mobile 配的 就是手机啊平板啊 是不是也都可以看到 Tabrio画完的 画完的软体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安装 Tabrio Mobile 但是它全部都放在 如果是iOS 是放在APP Store底下 以上就提供给你参考 它分这么多个不同的版本 Tabrio Play Tabrio Desktop 这是我们现在所使用的 Tabrio Desktop 这个单字的念法哦 请稍微注意一下 Tabrio 你绝对会念 Tabrio 那Au Au 你有没有想到一个单字 叫做 Auto 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 Auto就是自动的意思 可是它就不要 Tabrio 它就是要 Tabrio 好 就是这边 发了一个 Liu就过去了 Tabrio 好 提供给你参考 那Tabrio Desktop 是我们 即将要使用的软体 那我现在呢 我们要去下载 所以在 就是回到 例如说 Google搜寻引擎 麻烦就请输入 Tabrio 然后下载 好 然后请直接点一下 Enter 当你点了Tabrio 下载 然后Enter之后 如果你还没有下载软体 麻烦请你跟着住哦 所以就请你到这个地方 这前面都是广告 你放心 只要你打了一次Tabrio 它以后 一定会如影随形 一直秀出来 就是Tabrio的这个广告 好 这都是代理商 代理商 所以你也不用问我说 老师 可以去跟谁购买软体 应该不会有人要问我这种问题 这边不是都清清楚楚写了 好 接下来第一个 第一个是什么 Tabrio Desktop 可以在Windows和Mac上 电脑上执行 对 这套软体很棒 像Power BI 对不起 它就不可以在Mac上面执行 回软公司 它就是不出Mac版 好 来点选这一个Tabrio Desktop 超连结 然后接下来就麻烦请你在商务电子邮件 因为它说Tabrio Desktop 开始免费试用14天 我真的诚心建议 因为你只有14天的试用最新版 而且你装了最新版 它就不让你再装之前的版本 所以如果你的笔电第一次安装 其实你大部分最好是装什么 2018.1 就是你刚在这个地方 Tabrio下载 你就直接输入版本 比如说假设了2019.1空格 就是你直接标版本 版本 它的版本很好记 一年发行四个版本 例如说2019.1 就是2019年第一季的新版本 然后你可以用14天 然后接下来2019.2 就是2019年第二季的版本 你又可以再用14天 依此类推 好 那当然 当然 那个 现在最新版应该是2021.3 好 那因为第三季还没有结束 所以我想应该也快了 像那个 我今天才收到那个Tabrio 它有新增功能介绍的一个产品发表 所以我相信应该快了 2019.3 不晓得又会给我们哪些的惊喜 那这边 如果你加这几个字 你就可以假设 你先下载2019.1这个版本 然后14天的试用 试用完毕之后 移除掉 你应该会新增移除程式吧 好 移除掉之后 你再回到Google搜寻 搜寻2019.2下载 这样子的话 你是不是又可以再使用14天 那你有没有想到 2019年 你这样子 四个版本 用完 一个半月了 不对 两个月了 两个月 2019.2个月 2020.2个月 这样就用四个月了 对吧 好 提供给你参考了 那当然了 花钱买还是挣到 因为你要使用它嘛 好 点选了 这一个Table下载 然后麻烦请在 这个地方留下您的电子邮件 那电子邮件就算你随便 像我现在随便打 应该知道 我在打这个 然后小老鼠 好像他觉得太长了 小老鼠 小老鼠 然后点 com 然后就可以点这个下载免费试用版了 好 当然不能这样交 这样交好像很奇怪 你原则上应该还是要把自己正确的一个 那个商务电子邮件 然后点这个下载免费试用版 好 那这个动作 点下去 他就会自动开始下载了 所以这边我就不带操作步骤了 就是剩下来你就只点这一个下载 所以都完成了 完成下载 我这节课一定要先确定 大家能够拥有这个Table desktop 不急 可是你只要按照这个程序跟上 我相信后面会越学越好 然后下载是需要一点点时间 大概需要花个 以我这边的网络 我在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这边 我今天特别从家里跑过来 因为学校这边的那个 而且我还敢用那个有限的方式 这样子网络会更加的稳定 因为家里 家里 我后来查了一下 我家里的WiFi没有学校来得快 所以我就跑到学校这边 然后 大概只需要花30秒以内 我就下载完了 好 我想你现在应该也下载完了 下载完了 那我就把这个网页关掉 在等我 就算不足了 在等我 在等我 谢谢大家